如果人死后一年没被发现 尸体会变成啥样 这是45岁独居男子 死后一年的现场 没有亲人朋友的他 因为欠费太多 门口贴满了催费单 乌叶才忍无可忍地 撬开了他家的大门 看到眼前的白骨 以及扑面而来的尸臭味 乌叶被吓了一大跳 谈笑永呼如 可谱白丁 我是探索君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人死后一年 没被发现 会怎样这件事 乌叶报警后 法医赶到了现场 房间里只剩下 没有眼睛的头骨 一堆白骨和爬满了蛆虫的腐肉 经见证 该男子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要不是物业有点良心 长时间没联系上 破门而入了 这位45岁的男子 怕是不会被人发现了 法医带走了肉眼可见的遗骸后 警方也确定了 该男子是病死在家中的 物业为了让该房间能重新出售 请来了专业团队打扫 幸好床垫质量过关 该男子在床上去世后 血水没有渗透过床垫 滴在地板上 老话说得好 尘归尘 土归土 床垫上就只有 逝者去世时的滋石印记 喝一堆没用的黄土了 因为人死后一两天 就出现了尸臭味 引来了一堆虫子 分解他的尸体 最后地板上全是涌壳 墙面上也被蛆虫的水浸染了 这是专业团队 正在清理70岁高龄老人 去世时居住的房屋 无儿无女无妻子的他 只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 和一家老卖部 平时就爱和街坊邻居 吃饭喝酒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照顾自己都心有余力不足 心态上发生的严重的变化 就把老母亲送到了养老院 关掉了小卖部 每天就躲在房间里抽烟喝酒 死了也没人知道 就在老人去世十天后 物业上门催脚费用 听到了房间里的电视声 但隔着门都能闻到一股臭味 物业担心老人有个三长两短 就擅自打开了门 映入眼帘的是腐烂的尸体 早已经脱落被苍蝇 蛆虫啃食的皮肤 头发 指甲粘作一团 而老人还没有去世一年 仅仅是十天左右就被人发现了 尸体就变成了难以辨认的模样 可能是发现及时 老人去世时是躺在沙发上的 脑袋靠着沙发一侧 左腿翘在沙发靠背上 去世后血水渗透进了沙发里 右脚后跟和手指甲 被咏虫分解后散落一地 专业团队费了老大劲 才把这间房子清理干净 以便物业装修翻新后再次出租 为了适者的痕迹全部抹掉 得要先喷洒分解尸体油脂的药物 再喷软化剂 最后还用除臭剂和高浓度的消毒液 擦拭了好几遍 避免房间里留下难闻的尸臭味 尸臭到底可以有多臭 你知道吗 人死后没力气下脏 一年后皮肤肌肉被分解 就只剩下一堆白骨黄土了 就在尸体腐烂的这段时间里 会散发出来很多病毒和腐败的气体 而这就是尸臭 它会从适者的口腔 鼻孔以及肛门里跑出来 具体就是尸安和腐安的味道 以至于长期和尸体待在一起的人 身上都有经久不散的尸臭味 2008年汶川大地震 曾在灾区做过志愿者的朋友表示 见到现在惨烈的现状 它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的 因为整个村子找不到一个没有尸臭味的地方 而且那种臭味不是单纯的动物腐烂味 搜救活动结束后脱掉了防护服 洗完澡洗完衣服 尸臭味都没有消散 鼻子灵的人一闻就能闻到 如果非要说这是地震 造成大规模人类死亡后出现的湿臭味 所以很臭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人死在家里无人发现 就让一整楼出现臭味 能有多臭呢 既像是浓烈的死老鼠的味道 又像是放坏了的酱油水鱿鱼的味道 闻过一死的人 大半个月都会有点肝呕反胃 晚上都没办法睡安稳觉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关注探索君 每天下午5点准时探索新知识